唐牛见到宋江,就把他所看到的甘文元和颜波熙两个人在楼上那些不轨行为讲一遍。 宋江一听,心想张文远,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,你可对不住我。 张文远在这衙门里边供职,方方面面,多亏了宋江对他加以提携。 所以张文远人籁背后都管宋江叫一声老师,那么宋江也的的确确教会了张文远很多的东西。 宋江心想你不能办这样的事啊,宋江心里边还有点怀疑,问唐牛,这事是真的吗? 哎呦,宋叔啊,我给您编这个吧,扯这个谎干什么呀? 啊,我今天所见的,你见到他们,我见到他们了,两个人正在那儿吸一嘎嘎,动头动脚,正在那儿笑呢? 啊,也许,哎,他管得叫师娘,他自称是学生,混熟了,开个玩笑,啊,开个玩笑,啊,哈哈,哈哈,小小小小,宋叔,我扶你,你好脾气,好脾气,要这样的话,我全当我没说。 唐牛,这个事儿,你跟别人千万也不要讲,好好,那你放心,我能跟第二个人讲吗? 我只能跟您讲啊,哎,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哪,我经常花您的钱哪,哎,这话我得告诉你,我是啊,怕您,真要是戴着绿帽子, 让这运城县里面议论您哪,您在运城县,响当当叮当响啊,跺一脚四城门烂颤,您跟一般的人物一样吗,您不是那种磨难费啊,真要有这个事儿,这亏,您可不能吃,反正我给您送个信儿,您哪,留点心,注点意,到点看看,这张门远,这小张三,他是个神马东西, 好,好,好,你去吧,哎,我忘了,哎,宋叔,想找您借二两银子,宋江掏出二两银子给他了,这唐牛拿着钱走了,唐牛拿着钱走了之后,宋江这公文写不下去了,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啊,但是能不往心里去吗? 是啊,宋江心想,闫婆夕和张文远,真会勾搭到一起吗? 最近一个时期,我去的次数是少了一些,但是,这是因为,从府里边,到州里边,到县里边,公事太忙了,一直在缉拿梁山坡的道寇,我没有工夫去啊, 是啊,最近一段时间,张文远,我老看不着,他可能,上杨婆夕那儿去了,一个是张文远不该做这样的事,再一个,杨婆夕他也不该做这样的事啊,你忘了,当初你爹死了,没有棺材成练的时候,是我宋江拿钱,给你发的丧出的病呢, 怎么我跟你刚成亲不久,你就这样水性殃花,准情于人吗? 这宋江这个事,搞不明白,搞不明白,心里面就别扭,你看作为一个男人,朋友之间,过钱财,甚至交情过命,这感情,这不能乱来。 宋江想,我得慢慢注意观察,如果真要让我一旦发现,你们两个做出这种勾气之事,忘了我宋江脸成我灰,我轻饶不了你们。 宋江在屋子里边呆不住了,冲来,冲来之后,顺着大街往前走,这个时候啊,到吃赏过饭的时候,宋江呢,就来到石子大街一个酒楼,迈步进了这酒楼了,一进酒楼,跑堂的认识宋江呢,一看,哎哟,宋亚瑟,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闲的,楼上抢,给您留一雅做。 好,投钱带路,宋江跟着这跑堂的就来到酒楼之上,有一个雅尖,这跑堂的把宋江就让到这雅尖里头了,把桌按这么一擦磨,您颠的几个菜,宋江是随便的,给我来四个菜,搬一坛酒来。 哎,你稍后,一会儿的功夫,跑堂的出去,四个菜,一坛的酒,搬过来了,羹吃,补蝶,筷竹都放这儿了。 雅四,您还用什么,您就跟我说,好好好,不用什么了,你出去吧,用什么我叫你。 哎,好嘞,跑堂的转身出去了,宋江坐在这个屋子里边是自珍自饮,一边喝着酒,一边还琢磨这件事。 张冰远,我可没看透你这个人哪,人面兽心,他正在沉思这件事情的时候,你跑堂的呀,忽然在外面又进来。 哎,雅四,您喝着怎么样的酒,行吗? 哦,不错,有什么事吗?我没招呼你啊,是什么回事。 嗯,宋雅四,这外边那伞座上啊,有一个人,刚才您往里一走的时候,他可能就看见您了。 我刚才出去啊,他把我叫过去,问我,说刚才进那雅尖的,那个人是不是宋雅四? 我说对呀,他说,我跟他是好朋友,你请他出来,我要见见他。 呃,再一个呢,你跟他说一声,如果他要容我的话呢,我可以上到屋子里边见他。 宋江一听,哎呦,我的朋友。 宋江那个人很重交情,心想我的朋友很多呀,说不上是哪位。 哎,我刚才往里走的时候,目不斜视,没看着人家,我进来了,人家看见我了,人家想要进来见我,这我有点失礼呀。 宋江说,好好好,那你告诉他,我这就去见他。 跑汤的转身就出去了,这功夫,宋江站起身来,说颜柏西什么张文远这个事,就马上没顾思考了,宋江站起身来,更要往外走,这功夫,外边跑汤的领着,那个人就进了屋。 宋江定听一瞧,外边进了一个飙行大海,这个人进了之后,一见宋江,哎呦,宋雅四,一向可好,好好好,快点,这边请坐。 刚才我上楼,光顾着往这里边走了,我没往周围看,没想到你在这里,哎,这是常有的事,常有的事,哎,我说跑汤的,你快走,你快走,哎,给您那菜挪这儿出来,宋江说,不用,再给我夹两个菜,哎,好好好,跑汤就出去了,这位在宋江的队伍,拽过一把椅子来,一屁股就坐着,跑不客气,宋江坐下,看了看这个人, 一看,这位脸上长了一个红鸡,宋江心想,哎,这个是好面熟,好像在哪见过面,呃,尽管宋江这么热情,他还没想起来他是谁,对过这位坐着瞅着宋江, 宋江,大概您不认识我了吧,啊,啊,哎呀,是我眼中,我瞅着我们是在哪见着了,这块红鸡你还不记得吗,啊,当年,在东西村,朝宝镇家套院,我,就是赤罚鬼流汤啊, 哦,宋江已经当时机灵一下,心想,对啊,在朝宝镇的院里面见过一面,就在他们那后院,这位叫赤罚鬼流汤,脸上有块红鸡,宋江心想,他怎么来了,心想你好大的胆子,现在,几州府接连的下公文,捉拿你们这十一个首领,这十一个首领里面其中就包括有赤罚鬼流汤啊,悬赏三千块, 这公分,跑堂的那俩菜端进来,把这菜放到桌上,宋江急忙就说了,你去吧,你去吧,我不招呼你,你不要进来,我们两个人要好好地谈老谈老,哎,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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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跑堂的转身出去,宋江看着流汤,贤弟,你胆子不小啊,你怎么敢光天化石直下,闯都运城县里来,哎,没关系, 没有人认识我,哎,当初,截取生辰纲的时候,本来我就没露过面,现在我这么来啊,他们也不会想到,我是奉了朝大哥之命,到这里给哥哥捎来一封书信,还有点东西啊,我得面交给哥哥,哦,你们大家还都听好吗,老天保佑, 还都不错,这个我先给您,说这话,刘唐就把背这刀子,往前面一搬,有个大刀子里边,拿出个东西来,一个布包,把这布包拿出来,布包打开,宋江一条,好家伙, 这布包里边,放着十根金条,黄金,一根十两,一共是一百两,哎哟,这么多的金子,这是给谁的,给您的,摸了半天又掏出一封信,这封信是朝大哥亲笔写的,让我亲自交给您, 总将把这封信拿过来,打开一瞧,一看这信上写的是,功名人兄,大剑,阔别数日,迎戏心怀,我等弟兄,猛人兄大救,闯出冲煤,杀官兵,烧战船,以落足良山,帝溃为首领, 山上,粮草充足,帝兄和睦,每次人兄,于昏溃官府之中,常怀念意,人兄为人,帝等身小,将帝等,此次得托活命,全来人兄辅助,此恩此情,今生今世,莫齿难骂, 躺人兄在官府之中,有马高等短不测之处,万望人兄,到梁山上来,我等必推荐人兄,为债中之首, 金差留堂,下山探望,为报人兄之恩情,城上黄金白两,余书一封,万望人兄笑纳, 余后,有机面意,顺宋十随,地朝盖拜。 宋江看完这封信,赶忙着把书信叠了叠就装起来,把这封信呢,就装到他随身带的这个招文带里,招文带,宋江腰里边记着一条紫罗鸾带,紫罗鸾带上挂了一个带子,叫招文带。 什么叫招文带呢?据说这种招文带始兴于唐朝,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啊,武则天给众大臣每个人发了一个带子,说鹿皮制作的。 这个带子呢,是皇上对大臣的一种赏赐,这种带子大臣带到身上,随身就是装公文带,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公文包一样。 那么这个带子有个名字,叫赵带,因为武则天的名字呢,叫武赵,一个名字底下一个空字。 后来呢,这种赵带,由于大家老装文件,有人管它叫赵文带,再往到后来,干脆把这个读音就改成了赵文带。 诶,宋江啊,腰里边带的就是这个招文带,他们这个书信急忙装到这袋子里边之后啊,刘唐一看,诶,这金子呢,您得带着。 宋江说,这个我就不带着,山上需要钱,我这里边家中富足,我在衙门里边吃的黄粮拿的观想,用不着钱,还是把这个带回去吧,交给朝盖。 诶,不行啊,不是大哥,朝大哥说了,无论如何,这钱得交给你,我还带那两份,还有一份要交给美人工猪头,那还有两条金子呢。 宋江说,兄弟,你可千千万万别上猪头那去,你再把那两条金子送到他那去,万一被官府中人发现了,你把那又抓住,这事就麻烦了。 听我的话,你快点走,把这钱带起来,那不行啊,这钱您一点不收,我回去见那大哥,没份交代呀。 好好,这样,我就收一条。 宋江一身手拿起一条金子来,就装到自己这招文袋里,这个你带起来,说什么我也再不收了。 哎,好,我去怎么着,刘堂是知性子的,把这九条金子卷吧了卷吧,他装起来了。 大哥,怎么样,在衙部里干的还行吗?我们在山上整天刀念您哪,盼着您能上山哪。 啊,以后再说吧,你回去见了诸位弟兄,给我多多的问候,刘堂,你我弟兄在这儿,吃喝完了之后,我劝你立即快走,我送你出运城县。 要不然的话,要有山高水深,马高邓短,我要担待责任的,哎,用不着您送我,不,你来给我下书信,又送金子,我要不把你安全的送出去,这没进朋友知道,哎呀,大哥,你想的太多了,你低点声,进房,窗外有耳啊,哎,没关系,谁也不认识我。 好好好,宋江在这儿,跟刘堂吃喝一杯,刘堂站起身来,大哥,我告辞了,宋江说我跟你走,宋江把刘堂送出了酒楼,回身,告诉那酒宝,我那钱回头再来付给你。 宋江跟着刘堂顺着大街,一直走出了运城县的县城,发现没人注目刘堂,宋江只在放心,让刘堂快点回去。 刘堂一回身,向宋江一报万,刘堂走了,刘堂走了之后,宋江急不忘回来。 他干什么?宋江现在马上想到招温带里装的这封信,这封信可了不得,现在这封信一旦被人发现,这就是通匪的证据啊。 官府中抓朝盖抓得正紧啊,宋江本想就在刘堂给他信的时候,看完了当场就烧了,一个是当时没有火,再有一个当场烧了,他怕刘堂笑的胆小。 宋江心里想,我快点走,回转我的住室,进屋第一件事,就先把这封信把它烧掉。 宋江这么想着,低着脑袋往前走,光顾这么想那个事,走着走着,棒,撞人身上了,哎,他倒退了一步,定行一瞧,面前站着正是严婆子。 哎哟,宋亚思啊,什么事啊,你这么忙啊,低着脑袋,连人都不看啊,多少日子不上我家里来了,走,快上我家里去。 宋江说,不不不,今天是公事繁忙,改日再来,改日,哪那么多改日啊,今天呢,我就非让你去不可。 宋江说,我不能去,不能去,你也得跟我走。 宋江说四宋就 бывает。 宋江说四宋就ARY MOR 宋江说四宋就 phenomenon 本来是公事Trainer 宋江说四宋就部闹长